I don't want to walk in before My land likes this game 天君,天母高台湾 台湾卡斯鬼门关 千年年日没年转 第三第四都很难 好,同学,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什么单元呢 就是要介绍清智前期 台湾乙肯社会的特征与原汉关系 本单元的学习重点 首先我们来了解清智前期 台湾乙肯社会的形成 接着认识清智前期 台湾的分类卸斗与民变 最后我们来理解清智前期 台湾的原汉关系 同学猜猜看 这两张照片是哪里呢 好,猜对了吗 板桥林家花园 林本原家族呢 他们主要是来自福建张州 见证了台湾乙肯社会的历史发展 从移民露台 经商制服 面临林爽文事件 张权械斗 和原住民族的挑战 家业稳定以后 他们不断的回馈乡里 接着这是我们这个单元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清智前期台湾乙肯社会的特征 主要我们分三方面来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清智前期台湾社会的男女比例 跟清初渡台禁令有密切的关联 清初渡台禁令中 只能单丁来台 无法取得官方许可证者 只好偷渡来台 台湾人口仍然迅速的成长 会造成男女失衡 乙肯社会里虽然充满了机会 也出现了男性居多的现象 男子结婚成家不容易啊 所以有些汉人为了成家立业 会娶原住民的女子为妻 所以我们会有 有当三公、无当三妈的业遇 冲击到原住民男子 找不到结婚的对象 所以会有烦恼而无期 后来有童养习的方式 来解决婚配的问题 同时也有收养男童 来继承指示 解决了年老 没有人奉养跟祖先祭祀的问题 根据嘎玛兰听志的有一段记载 台湾有一种无宅无妻子 无事不容不公不卖 指的就是柔汉脚 如果恨死也外 没有家人来收尸 被好心人收尸 买账 有香火供奉 这就是有运功的由来 民间有一句谚语 少年若无自己的功 老鼻若有有运功 就是有运功的由来 柔汉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当然台湾的治安不好 分类邂逗严重 民变频传 和清廷的渡台政策有密切的关联 祖籍的认同 清初移民来台湾 有相同祖籍的移民会聚居以求自保 形成年庄组织的村落 利用保甲制度共同维持治安 在盗匪跟邦派河流的时代扮演着安定社会的角色 他们以共同信仰的神迷 例如妈祖、观音、观公、保身大帝等 来强化祖籍、认同义士 以肯社会中常常出现义士结盟 大多数移民是单身来台 虽然不是同一个宗族和祖籍 彼此互相帮助 是世疏若亲 穷乏贫苦 相为周序 异性结拜或加入会社 例如天地会或组织神明会等方式 这种不论亲疏、超夫血缘、中族的所患相助的行动 是以肯社会中最珍贵的遗留 亲自前期台湾的分类泄斗与民变 新出台湾的社会有三年一小病、五年一大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亲出台湾为何会发生分类泄斗 有哪些类别的泄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发生泄斗的原因 分类泄斗大多发生在亲自前期 以祖籍别群居的开垮方式 容易强化族群间的对立 常会因为土地和水源争夺的问题 或者因为宗族的仇恨、生意的纠纷 甚至一点小细故 在官方没有办法仲裁或偏袒分化之下 各自呼盆引伴、对抗意境 引发了各式各样的泄斗 台湾的泄斗列斗呢 有祖籍别的敏越泄斗、张权泄斗 有性识别的陈、林、李、三性的泄斗 也有同行竞争引发的泄斗 像是宜兰的挑夫泄斗 还有西匹、虎路泄斗 士林的知山岩的爱门跟同归手 这是属于张权的泄斗 工商业较为发达之后呢 同籍不同乡的泄斗 像是咸丰三年 发生在台北邦嘎地区 有来自泉州府的同安人 跟三亿人因为商业竞争引发的顶下交拼 有谚语说 咸丰三说到今 同安人带着守护神 下海城隍退往大道城安生 今次大道城下海城隍庙的岳下老人 就成就了许多的单身男女的姻缘了 分类泄斗之风呢 直到开港通商以后 台湾环境改变才慢慢的消失了 士林之山岩的爱门和同归所 同学可以看一下 新出台湾有哪些重要的民变 比较重要的有康熙60年的注意贵事件 我们常会听到的头戴明朝帽 身穿清朝衣 五月春永和六月黄康熙 就是发生在康熙60年的注意贵事件 从五月到六月结束 注意贵起义呢 是因为当时台湾的诸府王征过于暴虐 弄得名不了身 于是原本以养鸭为生的阿博翁 注意贵便自称忠心丸起义 就是要复兴明朝 由凤山县开始 迅速的扩及全台 后来注意贵和越籍的领袖 杜军英发生决裂 杜军英带着越籍投靠清朝 再加上六堆的义民的协助 注意贵事件呢 才被弥平下来 注意贵事件以后 康熙皇帝重视到台湾的防务问题 再加上杜军英的越军 后来投靠清朝的关系 也造成了后来的敏越对立 义民的称呼贩子 协助清朝对抗 启示者的族群 这是六堆的综艺词 至于林爽文叛变 林爽文事件 爆发于乾隆五十一到五十三年间 起因于朝廷派人捉拿天地会的分子 然后张周吉的林爽文 在今天的台中大理一带 受群众拥戴抗亲 自称为顺天大盟主 几乎占领全台 清廷派胡康安围剿平息此事 台南的刺坎头前面 有一块碧戏碑碑文 记载的就是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件的历程 王德陆 王德陆是嘉义太保人 因为平定林爽文事件 及海盗蔡迁历任浙江提督 召家太子上保 戴朝春事件 发生在统治元年到四年 是三大明辩中历行最久的 其因是官兵捉拿天地会的戴朝春 义民林日成跟宁殿国发生内讧 戴朝春趁机起事 戴朝春起事同时又有太平天国之乱 清朝没有办法多余的兵力来支援台湾 但是就得以顺利的发展 后来又发生了张犬对立 首次调回台湾作战的台友 以及新竹雾峰东市路港这些义民 对清朝的协助 戴朝春事件才被平定下来 新竹的包宗义民庙 供奉的就是当时候平定乱世的义民爷 今至前期台湾的远汉关系 原住民的土地为什么会流失 原汉冲突下原住民族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乾隆三年起清朝才互翻尽肯政策 禁止汉人入肯首帆保留区 为何原住民族保留区最后还是成为汉人的天地呢 原住民土地为什么会流失呢 早期来台湾 汉人祖先居住地多与平埔族混杂 因为他们地势高楼背山淋水 条件较好的地方原来是原住民族的 背后有山丘 台风来的时候有山可以挡 房子不会被吹倒 前面有河流 有周伐之变 随着义肯的汉人越来越多 四居在此地的原住民族 面临生存空间被侵夺的威胁 汉人拓肯的土地 除了向官府勤肯之外 有翻产汉店 新潮政府禁止汉人购买原住民族的土地 并不禁止原住民招来汉人来耕作 作说大租就是翻大租 这就是土地租电关系 翻产汉店 如果汉人店龙拖欠 搅翻大租或者翻页户呢 以土地抵押给汉人向他们借钱 结果往往土地就沦落汉人的手上了 汉人的侨取豪夺 清初封山禁决的隔离政策下 还是南党汉人越界私肯 作为原汉中介的汉人 通事往往利用职权取得广泛的原住民的土地 比如说台中按理社的通事张达金 当了42年的通事 田产散布整个中部地区 原住民族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彼此冲突也就越来越严重 不时激起了翻汉和翻乱的流血事件 加深彼此之间的对立 原住民也会接受汉人的文化 原汉冲突较为激烈 主要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 清初的渡台禁令 汉人取了原住民的女子 平埔族慢慢地接受汉人的文化 还有密地塌迁 许多族群密地塌迁 若干平埔族村色往内山或后山慢慢地迁移 连带的番界不断地往东移动 例如宜兰的嘎玛兰族 就往花莲一带移动 蜻蜓色爱繁番 就是沿着番界色爱寮 金管福大爱 就是这次金管福大爱 是政府鼓励而成立的民间 肯爱组织 试图往深山开肯 就曾在新竹一带和泰雅族发生冲突 当我们在缅怀汉人拓荒的艰辛时 也许需要重新思考土地开发与族群问题 最后是我们的结语 首先我们来看 清智前期台湾乙肯社会 虽然充满生存致富的机会 也要面对远汉冲突和民变邂逗的危险 缅怀汉人拓肯艰辛的时候 也需要思考远汉族群的关系 清智前期渡台禁令之下 大多移民单身来台 异性结盟 或者是奉赐神明凝聚彼此的相信力 所望相助的精神 成为乙肯社会中很珍贵的情谊 板桥林家 走过了台湾乙肯社会的历史 艰苦奋斗 毅力不搖的精神 功成名就之后呢 积极投入回馈社会 职位楷模 这是我们这个单元 后面我们还有题目给同学练习 同学要加油啊 试试看 加油 监图 明镜与 高跟 精神 导Talk 没